朱立伦骑脚踏车来教课 说要找回最初的那位朱教授 但岛内舆论更关注的是他的政治前途 现在传出蓝营智库 有一份国民党主席选举民调 朱立伦胜过江启臣两倍 这份民调是关于谁被看好 能在明年8月的国民党主席改选中胜出 民调显示朱立伦支持度有56% 江启臣只有18% 等于朱立伦是江启臣的三倍还多 对此江启臣和朱立伦都表态 称是有心人士见缝插针 大家不可能在我跟江启臣今天来见缝插针 我好像刚才又赖他一下 给他加油 赖什么 赖什么 给他加油 为什么要加油 是因为输你三倍吗 不是 我们的加油是 这个前两天是圣诞快乐 有心人士要见缝插针 国民党是不会上当 两人一口同声 讲的话都很像 但谁比较尴尬 谁的笑容多 都能成为台媒解读的焦点 尤其这个时间点又传出 江启臣的核心干部 希望远离党务核心圈 不想陷入党主席之战 现在有必要这么快选边站吗 我个人认为他们两个或许也不会让他周围的共同的好朋友去有选边站的问题 两个人可能会找出一个很有默契的方法 但蓝营之中被点名的人选可不止朱立伦和江启臣 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近来也频频被传出对于党主席之位有想法 韩国瑜在台中聚会就有青壮派力拱他参选 而掌管国民党智库的林胜文也被认为有这个机会 虽说相关人士都还没表态 但外界炒作蓝营党魁之争的声音已经很高